Hello,大家好,我是大理猫猫姐 我们这期给大家讲一下 你收到这个直播号和获利号以后 后续怎么操作 后续是你收到以后要登录检查一下 由于是新地址登录的话呢 需要谷歌熟悉一下你的设备和网络环境 所以说你登上以后不要马上修改 需要24小时以后修改 中途的可关闭设备 那么24小时以后的话呢 您更改您的两部验证手机号码 然后的话呢 可以更改你的密码 就是你这个账号的密码和辅助邮箱 然后你更改的时候的话呢 你最好是间隔一到两个小时更改比较合适 因为你是新的地点和新的国家登录 所以需要谷歌熟悉一下你的设备和网络环境 所以你的更改的时候要速度慢一点 不需要那么快 注意事项的话呢 是以下几点 第一固定要固定的手机或电脑固定的IP登录 就是说你是要固定的电脑和固定的手机登录和固定的IP登录 不能换来换去的 切记切记啊 特别是这个IP啊 不要换来换去 不要说今天美国上午日本下午那个荷兰 你这样换着国别的登录的话 你是很容易出验证的啊 那么第二的话呢 第二的话呢 登录24小时以后啊 然后再绑定你的手机 48小时候以后再开始更改里面的密码 第三的话呢 是平均你两个小时改一个资料啊 比如说这两个小时你改一个账号名称 下两个小时你改一个账号密码 再下两个小时你再改一下账号的这个介绍等等啊 不要改太快啊 里面的视频是可以隐藏的 但是千万不能删除啊 因为你的这个账号的观看数量和这个订阅数量 都是基于视频来的 所以说你要删除了的话 那你的一些观看数和这个这个订阅数就没了嘛 对吧啊 所以千万不能删除 但是你是可以隐藏的 然后第四的话呢 接下来你可以每天发一到两个视频养一下 养一到两个礼拜啊 然后就稳定了 在这个期间IP也是不能换的固定IP啊 第五的话你的设备也是一样的 不要老换来换去 不要我老换来换去的 你固定这个电脑登录就这个电脑登录 固定这个手机登录就这个手机登录啊 这个就是说你拿到直播号或里号以后后续的操作细节 这个的话呢 切记切记一定要按照这个操作细节来操作 确保账号的安全 谢谢